张杰36岁生日和永发文祝福 却留悬念谢那的好消息 让人更着急 今天是张杰的生日 从张杰发庆声动态以后底下的评论一路高涨 粉丝们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张杰 从出道到现在那么多年 不知不觉那个青涩的张杰 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丈夫和爸爸 今年的他终于也36岁了 众多粉丝的留言祝福中 有一张粉丝写的信 真心夺人眼球特别的给力 其他的明星好友肯定会留言 这其中就有一个不得不讲 那就是何久 何久和谢那的友谊 已经成了为一种友情的标签谢那 嫁给张杰以后 夫妻两人恩爱 非常竟然三个人有互动 一点也不会觉得尴尬 可见感情非常好 何久也在第一时间里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但是小掉皮的何久说的是其他的话 明天当面说真的是好坏 都舍得告诉大家要讲什么留下悬念 让大家怎么一个受难了得 但是在众多的祝福中 却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那就是谢那 作为张杰亲爱的老婆大人 谢那竟然还没有发表言论 我们都知道 他们夫妻可以竟然秀恩爱 谢那更是嘴边经常离不开自己的老公张杰 大家都不相信 谢那会不送祝福小编也不相信努力的 却翻找了一下谢那的动态 果然看到了他19号的动态内容 原来19号的时候 谢那就已经发文他的预防针 他不是不送祝 而是要给张杰惊喜吧 谢那在文中说 他是在三亚参加伊利集团的圣体 明天有好消息 跟大家分享细细也就是说 今天会有惊喜 看来谢那的好消息还未上线 看来谢那准备了惊喜 可能要到最后才成谢 不得不说 回脸子超多的女神谢那的大惊喜 让人特别的心仰 大家都已经等不及了 张杰肯定也很期待吧 而且何久表泰烈 也提到了明天小编大胆的推测一下 谢那的惊喜和何久 会不会有可能是一起进行的 毕竟他们三个关系 那么要好 如果一起给惊喜也不错啊 现在肯定很多人都在蹲点 就等着谢那的惊喜呢 还有就是谢那那么喜欢 搞怪小编真担心 他会带个椰子回去 哈哈哈哈开个小玩笑 不要打我最后小编 也祝福张杰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